四川宝藏图鉴 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 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 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 触摸历史的脉络和枝叶 打开文博世界新日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 你能想到哪些 是诗词歌赋 私之记忆 还是古法针灸 回溯四川历史 每件文物的背后 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 静待后人逐一开启 同川府路 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 区别于省到郡县等 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画名称 北宋重合元年 辖青四川东部 重庆西部等地的紫州路 升级成同川府 到南宋前到六年 才正式更名为同川府路 那么这件南宋宝物 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间 顺庆府 还是穗宁府呢 再来看下一个提示 梅子清 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 让我想到剩下时节 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 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 难不成它并非果实 而是色泽如眉的龙泉窑明星款 梅子清幼瓷 第三条线索是 出于拧而不染 这是文学家周敦仪 对联合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 回想四川出土的 南宋联系清幼瓷系中 哪间最出众 没错 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 四川宋词博物馆藏 荷叶盖棺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 一位脑龙在菜地种地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慈轿藏 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 达到了1005件 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 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 和江西井的镇窑的精品 作为这批轿藏文物中 最为罕见的瓷器 产自浙江龙泉窑的 青梅合叶盖棺 通高31.3厘米 负为93厘米 是现存兰宗时期 此类器物中最大 最完整的一件 究其用途 小型荷叶盖棺 大多用于储藏茶饼 而这种大家伙 或许是陈酒器 又可能因稀有 而仅供珍藏 并非实用器 那么这样的器型 其实在宋大的时候 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 因为在宋代时期 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 是一元配方 这种土特别软 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 而这一件器型呢 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 上面的荷叶盖 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 卷曲 自然 可以看到 宋代制作瓷器 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让人惊叹的是 这只珍贵的荷叶盖棺里 不多不少 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局半小碟 它们的造型全不一致 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教藏主人 99皈依 长治久安的美好远景 公元1235年 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 蜀中碎宁呢 当然也没有得到信念 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 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 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 就采用了一些教藏的形式 身卖真品的那一刻 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 经此一别 跌宕南北 故土难归 七百多年后 蓝宋灵河传见天日 带着千锋翠色 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 延续着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 传承着家河国河天下河的民族情怀 清远淡雅 永世流芳 亲友荷叶盖管 我要把你收入书中 期待以后每次温固都能知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